神奇女侠究竟有多强 首次三巨头会面她就可以稳稳占据C位 而且在蝙蝠侠和超人都无法伤害毁灭日一丝一毫的情况下 她却能手起刀落轻松砍掉毁灭日的一条手艺 而她手中的这把剑也带有来头 是宙斯当年专门留在天堂岛对抗阿瑞斯的是神武器 如今阿瑞斯卷土重来霍乱人间 于是为了维护世间的和平 戴安娜不得不拿上这把武器跟随斯蒂夫来到战争最严峻的前线 战场的弹库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盼着眼前流离失所的作 戴安娜告诉斯蒂夫她必须现在就出面终止这场战斗 当然斯蒂夫不同意她贸然行动 这样做无疑是带送人头 很显然她并不清楚这个女人体内到底蕴含了多强的力量 只见戴安娜摘掉皮筋脱去外逃 接着缓缓爬上那通往战场的梯子 这个举动直接把一旁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下成了表情包 很快她就成为了敌人的火把 本来飞缩而来的子弹 非但没能穿透戴安娜的身体 反而再处碰到她的一瞬间化为一堂花 此时的表情跟掩人失去了表情控制她 而敌人只能把所有的火力全都对着她 看到戴安娜的主动或全体友军受到毒 他们大喊着也冲向战场 接着她深入敌人内部 借着强体用力一灯冲破敌人二楼窗户 面对十多个敌人她从容不迫 一边防守一边进攻 犹如天神下凡 随着塔罗内最后一个狙击手被进 戴安娜终于拿下了所有毒 拯救出了当地居民 而她俨然成为了那些大兵心中的唯一战士 史蒂夫把胜利的消息汇报给了自己的领导 却得知了敌方最高统领小鲁即将在明天发布投降生意 与此同时他还要举办一场宴会 但以斯蒂夫对小鲁的表情 他猜出宴会一定是个阴谋 他们很可能是打着宴会的谎 会趁机投放生化武器 女人的第六感让戴安娜意识到很可能那个小鲁 就是破乱人间的阿瑞斯变化 于是在和斯蒂夫尝试了肌肤之轻定确立了恋爱关系后 第二天他们乔装打扮来到了宴会里 前凸后翘的高草身材搭配上一身蓝色鲁 戴安娜很快就成为人群关注的对象 就连那恶贯满营的小鲁也被她深深吸引 捂完这一曲 眼看戴安娜要拔出是神志剑解决掉对方时 斯蒂夫连忙出手独指 原来她刚刚在通过和玩博士的交流中 并未得到生化武器存放的具体位置与投放地理 因此他们还不能轻举忘卫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却不料小鲁已经发射了生化武器 而目标正是距离这里固有的存放 等她赶到却发现烟雾所到之处无意人生 戴安娜痛哭流涕的怒骂男友 接着为了阻止更多百姓的牺牲 戴安娜单枪匹马杀入敌人王 而她的目标只有一点 那就是找到小鲁并彻底将她终结 没有了小鲁 那士兵依旧在疯狂地实施着生化武器的处置 她无法明白 明明已经终结了阿瑞斯在人间的化身 为何他们还是执迷不过 难道正如母亲所言人类不值得被惩中吗 此刻不管斯蒂夫如何解释战争的本质 戴安娜都听不进去 没办法她只好先带领队友去阻止这批生化武器投入使命 一转身戴安娜居然看到了斯蒂夫的领导 原来她才是那个霍乱人间的阿瑞斯 原来人类的战争真的是她条件 戴安娜狠狠地刺向她 却不料那是神之剑请客边化为机法 阿瑞斯告诉她 从来都没有什么能够使神的武器 能打败神的只有另一位神 可显然戴安娜此刻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阿瑞斯只是掠视神 一瞬间火光冲天 她就被炸飞了 斯蒂夫见状连忙前来查看她的伤势 但令戴安娜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不完美的道德 成为了她一生的遗憾